下入公车站牌前公车来了 但这名坐轮椅的伸张者却不能上车 当下司机以没有同行者为由 拒绝让他上车 听到是坐电动轮椅 又告知车上已经挤满民众 这起公车聚在乘客事件发生在4号傍晚 事发地点在金融医院站牌前 一名伸张者要搭乘公车 就这样遭到拒绝 市政府之后收到了投诉 这个是我们要深切检讨的地方 也因为这种事件 代表我们公车处 像我们的乘客朋友表示这个歉意 那这个部分电动轮椅 它是可以自行来控制 是可以以这个公车的一个 滴滴板公车 它可以上下这个公车 所以它不用这个陪伴者 那司机对这个部分的认知 有落差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来督导 那以后也会加强这个部分的教育 市府接获申诉 主动追查 召开检讨记者会向外界说明 有轮椅需求民众先上车 再开放一般民众 但明显他没有做这样的处置 所以导致说 现在如今这个公车内部 它是属于客满的状态 这是不太正确的了 所以说公车处这边也认定说 其实这个零性的驾驶员 他在这个服务上面 确实是有相关的一个疏失 应当是兼具包容与尊重 每一位基隆市民朋友 特别是有这些伸脏需求的朋友 我们要特别的关注 我们绝对无法默示忽视 这一类事件的发生 因此我们市府将在这一周之内 来进行相关的惩处 并且加强公车驾驶的一个宣导 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的上演 其实一般司机遇到坐轮椅者 要先让行动不变者 优先上车 显然这位司机程序上出了问题 而其他司机也说 低底盘公车遇到坐轮椅乘客 只要搬出镀板 外接装上 其实过程不用一分钟 把这个镀板拿下来之后 然后把这个打开 打开之后这边有一个卡榫 然后这边有一个卡榫 然后把它连接这个卡榫的部分 把它按上去就这样 此外公车上也会有 轮椅族专属的伸脏空间 政府强调伸脏朋友 已经是相对的弱势 市府无法坐视不管 将在一周内对此事进行惩处 也会加强每位司机的宣导再教育 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记者黄少铭记录报导